李沈熙因为债务问题来到酒吧当卖酒先生 期间总会碰见一些好色的男人动手动脚 坐下给我服务 我可以给你双倍小费 男人的手拍了拍李沈熙的屁股 如果你能让我满意的话 我就把钱给你 李沈熙端起旁边的酒杯 望男人头上道具 嘴巴太臭 滚开 转身摔门而去 只听门里面传来叫骂声 奶奶的臭小子 王八蛋 冷静地思考一下 瞧我这脾气 万一被开除了 该去哪里赚钱还债啊 这时老板打来电话 就是一顿臭嘛 你他妈闯了货 跑哪里去了 马上给我回来 李沈熙来到老板面前 你这个样子 谁能用你 沈熙解释是 客人动手动脚 让自己做一些奇怪的事 老板一把揪住沈熙的头发 怎么 他让你为他服务 之前信誓旦旦地说 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 看来你还是把身体看得太重了 你这个样子 什么时候才能把账还清 酒店老板扯着沈熙的领带 我告诉过你 赚钱容易地办 一把拉向自己 附在耳边轻声说 不想接客 那就把身体卖给我 沈熙一把推开他 我到底因为谁变成这样 我找的每一份工作 都被你搞砸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男人显然不承认 还说是他的工作态度不行 没人愿意 收他这样的员工 还说就算出去 也没有他能胜任的工作 沈熙的原则 就是死也不做这肮脏的事 随后摔门去 昨天刚找的兼职 今天又收到解聘的消息 沈熙只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找的每一份工作 不到一天就被开除 如果说不是他做手脚 鬼胎性 沈熙真的不知道 自己还能干些什么 没有学历 没有技术 只能在这种地方 混吃等死 那么真的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吗 不 比沈熙再怎么穷困潦倒 也不能那样 本想抽根烟冷静冷静 却偏偏这个时候抽完了 望去旁边有一个小卖部 进入店里不见一个人 来到旁边的礼物 看到一位老者 你好 我买烟 沈熙来到烟区 看到旁边竟然有一个水晶球 这时突然接到阿姨的电话 说是俊熙的身体突发状况 病情危急 谁知因为太激动 不小心打翻了旁边的水晶球 水晶球散发着一股黑烟 糟糕 水晶球碎了 可是医院那边吹得紧 有什么情况 立刻打给我 谁知身后 传来了一个老者的声音 对着李沈熙 就是破口大骂 该死的家伙 打破鬼怪的设例 还想跑 这可是千年前 韩鱼儿死的鬼怪设例 李沈熙连忙道歉 对不起 打破东西 我一定会补偿 老者却说 鬼怪很快就会出现 夺走你的元气 明日一早我会回来 还没等沈熙说完话 突然觉得身后一股阳气 扭头一看 竟然是一个头上长脚的怪物 双脚怪一把掐住沈熙的脖子 终于找到新的阳气了 走吧 去你该去的地方 转眼就来到一个石头山洞 里面有很多双脚怪 渐渐有些神智的沈熙 只觉得有些出不来气 好似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 一睁眼愣在了原地 这是什么东西 双脚怪按住沈熙的双手 在老大回来之前 快尝尝她的滋味 突然光当一声 火光似箭 从天而降 一个不知是个什么的怪 啊 好烫 定睛一看 是一个红发飘飘 身穿长袍的男人 那人脸上 带着一个诡异的面具 沈熙有些惊恐地望着眼前的脸 原来是你 手下的在起哄 老大人是 我们抓来的 也让我们尝尝滋味吧 红毛一手掐住 刚刚的双脚怪 尝滋味 随手扔掉脸上的面具 都滚开 她是我的新娘 沈熙被掐得出不来气 身上这么香 还以为是个女子 没想到却是个男人 红毛一脸坏笑 可我不喜欢和男人发生关系 想要离开这里 但是力气完全不敌这个红毛怪 红毛扛起沈熙 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小院 沈熙拍打着这个 扛着自己的怪物 我要你放我下来 混蛋 红毛一把丢到床上 解开身上的外衣 俯身过来 小声说道 小云 青云 沈熙使劲推搓着这个红毛怪 他们的青云是谁 你到底是谁 红毛还是叫着小云 青云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抚摸着伸过来的手 浑身哆嗦的沈熙 你想干什么 红毛抓住她的手 警告她别动 你为什么躲着我 红毛不由分说 来个强势拔萝卜 放松 叫你这么多次 还是那么生疏 扑斥一声笑出声 什么时候 才能完成做妻子的本分 整个房间充满了情欲的味道 不甘的沈熙望向旁边 捡起手边的玉簪子 使劲挥向红毛的脸 一脸红韵的沈熙 让沈熙不知孙策 你这个疯子 放开我 红毛捡起地上的红瓶 你总是喊疼 我只能这么做 一脸坏笑地望着身下的人 打算撒娇到什么时候 看你这个样子 我得从头教你才行 沈熙因为意外打破一个水晶球 却被老者告知 那是千年滚怪的事 本想赔钱了结此事 没成想 竟被一个双脚怪物打晕带走 这里的怪物 靠吸食人的元气为乐 更可怕的是 还有一个红毛怪 要让沈熙做自己的新娘 就是这吸食元气方式 让沈熙招架不住 一夜过后 看着满身的红痕 怎么回事 我还在那个奇怪的人的家里 该死 我晕过去 难道他还在继续 中途失去意识 之后的事都不记得了 这石门之鸭一声开了 是一个双脚怪物 端着一碗不知名的东西 没想到你还活着呀 别白费力气了 快喝吧 沈熙起身 一把掀翻那恶心的东西 这是什么地方 快说 双脚人告诉他 就算知道也出不去 不过真想出去 自然有办 双脚人不怀好意地走进沈熙 一把抓起衣领 先让我尝尝你的洋气 沈熙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洋气 他妈的洋气到底是什么 双脚怪告诉他 当然是鬼怪最喜欢的食物 虽然老大不承认 但你能活到现在 说明他的力量变弱 我可以放心地品尝你了 这食物爱传来生意 喂 你别乱来 快点出来 双脚怪松开泄了力的沈熙 行吧 反正等你被老大抛弃 多的是机会吃你 望着那怪兽离去的背影 沈熙恨得咬牙切齿 但也无能为力 想到昨天那样的行为 难道就是 他们所说的稀释洋气 不行 不要 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喊了很久的门 都没有人回应 有什么办法才能离开这里呢 转身看见 旁边的花瓶 有了一个想法 而另一边的房间里 传来了嘻嘻哈哈的打闹声 红毛怪在和一群女妖怪 玩猛眼抓人的游戏 在哪 我的小美人们 伸手拉住一个女怪 终于抓到你了 红毛怪扯开眼罩 坏笑地看着眼前的女怪 抓住之后 应该尝尝滋味如何 女怪红着脸 大人若是想要奴家的身体 还没等他说完 就嘘地一下 躺在了血泊里 红毛怪舔了舔手里的血字 不是这种感觉 想要更深 更浓烈的味道 红毛怪突然面露喜色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来到沈熙所在的放门口 打开门一看 没看见人意 拉起床上的被子 也没找到 沈熙站在红毛怪的身后 高举花瓶 向面前的人砸去 光当一身花瓶碎裂在地 红毛怪使劲 掐着沈熙的脖子 这是什么游戏吗 使劲甩向墙上 解释一下你刚才的行为 红毛怪望着手里碎掉的花瓶 人类再怎么愚蠢 也不会想到 用这种方式压住 质问他有什么目的 沈熙呵斥 让他滚开 红毛一把揪起沈熙的领口 看来你也想和我玩游戏啊 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 你阳气这么足 玩起来肯定很有意思 要不然 我们打个赌 要求就是拿自己想要的东西来的 在你想出来之前 我先陪你玩玩 沈熙大喊着 不要 你这个混蛋 反正最后也是听你的 赌个屁 红毛轻视一笑 使劲捏着沈熙的下巴 我还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那不如这样 如果你赢了 我就送你回你原来的地方 沈熙大喊 才不相信他的话 红毛怪看着他 你不相信又能怎么办 如果想回去 那就得信 你真的会送我回去 对 如果你赌赢了的话 但是在赌注里 你必须让我满足 沈熙这才明白 他说的赌注是什么 红毛注视着他 怎么 怕了 沈熙明白 这是他唯一逃离这里的机会 他不能够错误 上集说到 红发首领要与自己打赌 如果赢了 就放李沈熙 回到人族世界 阴森的房子 传来欢声笑语 您今天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 红毛扑斥一笑 最近多了的新玩具 房间里传来两人的吵闹声 你选吧 在烛火灭掉之前 如果你能让我结束 就算你赢 妈的 不要 红毛问他 为什么不要 这只是继续你平常要做的事而已 李沈熙使劲挣扎着 我需要时间准备 你不说 机会只有一次吗 今天不行 下 下次 李沈熙强忍住胆怯 用异样的眼神看着红毛怪 下次 你可能承受不住我的洋气 其实心里别提多害怕 红毛倒不以为意 你还真不自量力 那我就给你时间准备 一如既往的消遣 这时来了一个女妖人 身体怎么样 老大 红毛一脸享受 还不错 听闻这次 您的身体恢复不少 红毛轻视一笑 之前差点成为 被鬼差抓走的例子 我应该早点来才是 这次的事 是我的疏忽 不过现在 您可以放心 呼的一下 露出了九条尾巴 趴在红毛身上讨好着 这次我准备了最好的精气 您身体里不祥的气息 都会被彻底进化 红毛一把托起 这个女妖的下巴 迄今为止 接受这么低贱的洋气 把女狐妖一把甩到一边 红毛起身 鄙夷地看着她 差点被你的狡猾欺骗 就凭你这种洋气 想来三天都过去了 她应该准备好了 随后拂袖而去 留下呆愣在原地的女狐 这时突然听到一个传音 请回答 吴辉 此地是阎罗王宫殿 东部首领 吴辉道 阎罗王坐在高处 对红毛好一通数落 吴辉 你又一次违抗命令 你不仅对鬼怪大肆屠杀 甚至还霸占着人类 这是圣旨 立刻把人类放了 红毛冷笑 丝毫不把阎罗王放在眼里 这种话 竟然也说得出口 就凭你给的那些阳气 也算是对我的支持 上了年纪 目中无人了是吧 连这些低劣的阳气 不会区分的话 那你这老头 也还该退位 旁边的官吏 对红毛的话 嗤之以鼻 你这家伙 竟然在店前 对阎罗王大不尽 现场一片嘈杂声 众说纷纭 不管你力量多强大 但你身体里 流淌着低贱的血 像你这种另类 就不配担任东部首领 随即阎罗王下令 吴辉你听好了 迄今为止 你夺了多少人类的生命 你自己应该清楚 因此 引起生死不混乱 禁止你出入人界 让你做东部首领 是因为我慈悲为怀 但是我的慈悲为怀 终将成为一把利剑 刺穿你的喉咙 红毛丝毫没有被威胁到 那我倒要看看你这把利剑 利不利得起来 你的命令我听明白了 但是请别以为 我会乖乖听命运 随后拂袖而去 转瞬回到领地 直奔李沈夕的房间 一股奇怪的感觉 让红毛很不爽 打开门一看 果然不出所料 房间里哪里还有 李沈夕的影子 那个家伙不见 上级说到 红毛怪在阎罗王那里受了气 回到领地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直奔李沈夕房间 谁知打开房门之后 人他妈的跑不见 几个小时之前 几个长脚怪 偷偷摸摸跑到李沈夕房间 要是把他弄醒了怎么办 反正他马上就要死了 又能怎么样 突然的不适感 让李沈夕缓缓醒来 只见两个长脚怪 对自己动手动脚 李沈夕面露慌张 你们干什么 混蛋 别动 乖乖地把阳气给我们 上去一拳 打在一只长脚怪脸上 三下五除二 解决另外一个 李沈夕紧张地喘着粗气 这么轻易就倒了 现在没风响这些 还是赶紧离开这 辗转来到一个 干净整洁的房间 这又是什么地方 只听门外传来一阵骚乱声 无悔回来之前 必须把他找出来 前有追兵后无退路 沈夕一脸后怕 怎么办 怎么办 这时 身后传来一个咚的声音 把李沈夕吓得一个机灵 看着相似一个吃的饼子 走近一看 竟然是一个小孩 在捡这个东西 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李沈夕刚要开口说话 被小孩发现 连忙求饶摇头 我什么都没吃 什么都没吃 李沈夕有些震惊 他也是和那群家伙一伙的吗 可是他头上没有脚 这时门外传来声音 跑到哪里去了 小孩一把抓住沈夕的衣服 嘘 你放心 这里是无灰大人的地盘 小孩面露惊喜 你是无灰大人的新娘吧 李沈夕不太确定 他说的无灰是谁 你说的无灰 是那个眼睛红红的 身上有纹身的神经病 小孩一脸崇拜 我们无灰大人 可是地下东部的手掌 鬼怪之人中 力量最强大的人 很帅吧 李沈夕弯腰问这小孩 你也是古怪 小孩嘻嘻笑着 对 没错 我的名字叫阿渡 小孩伸手 递给沈夕一个饼子 新娘这个给你吃 听说人类喜欢吃这个 我偷偷尝过 真的很好吃 看着没有威胁的小鬼怪 李沈夕倒也不这么 神经紧张了 温柔地摸了摸 小鬼怪的头 你叫阿渡 你知道人类生活 在什么地方吗 小鬼怪懵懂地问 嗯 是地上吗 李沈夕暗行 对 就是那 告诉我 怎么去我就给你 拿很多好吃的 小鬼怪一听 有吃的眼睛一亮 真的吗 小鬼怪支支吾吾 可是我听说 去地上的路很危险 李沈夕怎么会错过 这个唯一的机会 没关系你告诉我就好 小鬼怪刚要说 头上就被一只大手抓住 小孩没有害怕 反而面露惊喜 吴辉大人 红毛怪看了看 找了半天的人 竟然在私下 偷偷打平地上通道 一把揪起小鬼怪的领口 你们俩的关系不错吗 小鬼怪一脸痛苦 吴 吴辉大人 好痛 李沈夕看到这一幕 想起了自己的意 一把夺过小鬼怪 紧紧地护在怀里 住手 这个举动 让红毛怪很是不愿 你干什么 李沈夕抱紧怀里 还在抽气了小鬼怪 你要找的人是我 你不是因为赌局 才来找我的吗 那就现在赌一把